財資大道 林極營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股市方面 日本今日是春分假期 所以股票市場是優勢 昨天上升4萬點以上 另外 南韓股市澳柳股市今早個別發展 但看到美元對日元繼續是比較弱 早上美元對日元升至15.29 對港支每百日元是5.17 昨天在日本十七年來首次加息 但日元會加 反而大家形容不似預期地跌下來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討論 就是津響顧問董事總經理王梁 向Tommy和我們討論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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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日元有些不似預期 原本想著在央行方面 十七年來首次加息 也有機會推高少少的日元 但看到出了之後 反而日元跌下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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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债的资息率可能回到一厘以上 日本资金回调会开始 所以我想这个日元从议息之前 美元对日元最强的水平大概到146 现在跳上来151 大概这几百点都是一个失害反应 之后日元应该倾向一个比较强的走势 我想美元对日元应该是有机会 下回到146的水平 即议息之前的水平 这方面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会价情况 以及特别要留意明早上议息会议 日本是结束负利率 首次见到0.1厘 还撤销YCC政策 这个YCC可否跟听众解释下 撤销了的话意味着 日本是否有根本货币政策的改变 还是对于国债发行有信心呢? 其实YCC就在上一次 也不是上一次了 在十月份的时候已经作出一个调整 当时这个知识曲线 已经没有一个所谓硬的一个目标 对了 当时也接受说 就算十年期的国债 它是升超过 知识率也是升超过1% 也不直接会导致日本央行 入市去买日本的国债 但是呢 YCC虽然取消了 现在主要的政策工具 就去隔夜的息率 如果隔夜的息率是不升的话 很自然长期的息率 都不会升得很多 如果说现在呢 暂时呢 日本央行呢 就是他说 每个月他还买回6万亿的话 那就维持回他现在 现有的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那这一件事呢 其实就和全世界其他央行都不同 因为大家都已经缩了表 但是呢 日本呢 暂时呢 就算直接和南 他是被问及 将来呢 他应该是怎样缩表等等呢 他都是拒绝回答的 所以 我想呢 就 如果说他们是 继续是出这个政府方面 如果是继续是发行国债 那这个 就是 有没有人去买呢 那 我想呢 就是日本民众呢 现在呢 就开始是 会考虑回 因为美国方面呢 就实际上是 开始减息 所以呢 这个资金回调 买回自己的国内的 这个资产呢 这个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所以也都不是很担心呢 这个日本的 就是国债呢 他和 譬如说 美国啊 或者其他地方呢 这个资金的资产又太大呢 而引致呢 日本的资金继续外逃 那这一件事呢 我想是一个 就是慢慢的一个 就是 的 的 因为 始终呢 日本的 零息都 已经维持了 那么久了 所以 大家的民众 需要有一段时间 去习惯 都需要一段时间 去适应一下 我觉得呢 就 资金流呢 如果你看日本来看呢 现在大部分那个 推高过日本的股市呢 都是来自一些 就是 就是 外国 外来的资金 那么 外来资金呢 就是进入日本市场 而他们是去 就是 买股票 甚至是去买这个 就是房地产的时候呢 其实习惯了都是借日元的了 那么所以呢 这个情况呢 就 似乎没有太大改变了 那么之前呢 既然 就是这些资金 都是借日元去买 当地的资产 那么也都没有 对入元的回交 造成任何的 就是推高的一个 就是助力的 那么 所以现在呢 就是可能呢 就是 可能呢 已经去到那么弱的水平呢 开始有些资金进去的时候呢 他们是 就是不会再去借这个日元 嗯 但是呢 就不影响呢 这个就是说 有大幅资金呢 从日本呢 是流出来的 或者呢 也都不影响呢 就是日本的股市呢 现在暂时呢 那个 就是上升的趋势 因为 日本股市呢 其实呢 就是自从这个年13年呢 安倍经济之后呢 是用了很多的力量呢 将它是推动上来 那么 其中包括了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抄责的 这个 市值控制 这个 这个 就是 市政率 必须要高过一倍 等等 这种政策 所以我想呢 就是 在亚洲区方面呢 那个资金的 就是 出入 调动呢 不会说有太大的改变 嗯 这方面大家要留意 资金流向的情况是怎样 今天呢 多谢Tommy 多谢你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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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